6月正值黄花的采花季节 在四川广源沧溪县宁江镇镇水社区 四川山立农业有限公司内 足足645亩的黄花地里 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公司董事长王山贵是台湾高雄人 2016年他随妻子来到沧溪县 成立了四川山立农业有限公司 发展黄花种植 因为这里生态好 活跃场子好 好到我没办法想象 因为这里没有工业 没有落成 也没有重金属污染 所以这个地区是非常好的 回忆几公司成立之初 王山贵坦言自己也遇到不少困难 基础设施设备不完善 村民的质疑 黄花在长途运输中的保鲜问题 得益于当地政府和台湾技术专家的支持 难题一经解决 王山贵的黄花长势便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这里是一片荒山 是因为我们来了以后 帮我们铺路 水池 防汗池 基础设施 你看 这个道路 本来这个路也没有那么宽 是帮我们加宽的 我们县里 还有市里 还有省里 对我们都是非常照顾的 刚开始人家质疑是我来卖苗的 但我不是卖苗的 几年都已经过去了 企业一般寿命是三年 我已经走过第五个年头 依然在扩张 依然在扩大 依然我的总职户是在排队等苗的 经过几年耕耘 王山贵的黄花产业已迈入快速增长期 2020年底 王山贵的公司在苍溪县的黄花种植面积已达到21,500 年产值突破2亿元 同时还带动了远近村民的积极参与 截至目前 山力公司已带动该县1800户村民致富 户均增收3200元 仅2020年 给当地村民动物公开支就超过700万元 2020年托平公军已经结束了 可是 它还是会护贫 振兴乡村就是延续托平公军 那么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基层的工作 就是让老百姓怎么脱贫 真正的荷包满起来才叫脱贫 它不只是我们给它钱 我们是教它怎么自力更生 不用靠水 只要农民能够挣到钱 就是我老王最大的信念 如今 王山贵的黄花已销往韩国 日本 东南亚 欧洲等地 王山贵说 它的发展目标是争取种植超过5万亩 让沧溪县成为一个黄花种苗 输出别省的最大产区 5万亩是2023年的目标 我们今年应该可以达到3万亩 超过3万亩 去年是12月底是2万1千亩 现在呢 目前呢 我们不断地 像我们在这里采花 底下也有人在种植 我们两年后要做国内市场 我们都是有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们都已经开始在布局了 访问 日本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